把葡萄干煮水喝 结果万万没想到 在大家的潜意志里 葡萄干只是一种人们喜爱的零食 当看到这篇文章 才领略到葡萄干这么多的神奇功效 葡萄干具有这些神奇功效 补血强智力筋骨 见卫生筋除凡可 意气煮水力小便 姿势易干好脸色 很多人以葡萄干喂零食吃 而经常吃葡萄干 却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花大钱保养 看病的机会 噢 降低胆固醇 葡萄干中含有不少降低胆固醇的成分 假如每天摄入400卡热量的葡萄干 就可以有效降低8%的血液中胆固醇含量 400卡葡萄干添120克葡萄干 葡萄干中含有很多种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 尤其是钾的含量非常高 可以抗击自由基对人体的侵害 膳食纤维可以降低血管硬化的危险 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现象 每天三次,每次约60例 连续吃大概2个月左右 可以明显降低血压 众所周知,常喝葡萄酒有益心脏健康 那么吃葡萄干也有益心脏吗? 据英国每日邮报最新报道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称 吃葡萄干的确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危险 葡萄干是多种抗氧化剂的重要来源 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干扰胆固醇吸收 进而起到防止心脏病的作用 推荐吃法 葡萄干甜酒粥食材 大米150克 甜酒 葡萄干各式重 一、把大米、葡萄干分别洗 二、往锅内放清水 加入大米用大火烧开 再用小火熬煮成粥 三、放甜酒 葡萄干煮至粘稠集成 女性由于每月一次的生理期失血 及义患轻度贫血 气血不足 出现脸色惨白 手脚冰凉的现象 而葡萄干中含有很多的铁 对于很多缺铁性贫血的朋友 以及妇女和儿童 都是非常好的 每天吃一小把 约30克40克左右 坚持吃一段时间 至少15天以上 会发现月经不痛 而且手脚也软合起来 葡萄干中含有一种 称为白梨芦醇的成分 它能有效地防止细胞恶变 或抑制恶性肿瘤的增长 起到抑制癌症的作用 推荐吃法 醋泡葡萄干 将葡萄干放入密封罐中 倒入慢过葡萄干的时 醋泡一夜即可开始食用 每天一勺 长期食用 提高人体代谢机能 消除疲劳 消除多余脂肪 看到这 相信大家都对葡萄干的好处 有所了解 但有一种吃法 很多人都不知道 效果却非常好 葡萄干煮水喝 补干肾 清干毒 请不吝点赞 经常吃药 累在肝脏的毒素喝 它可以排出 其实将葡萄干套在水里 更能发挥它的作用 通过减少糖分 可以化你的肝脏 葡萄干水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促进肝脏健康 通过其特定的在肝脏的生化反应过程 帮助它更有效地排除血液中的毒素 葡萄干水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来源 它有足够的能力减低体内毒素的累积 所以按照下面所说的这个办法 用上大概一周的时间 还你一个更加健康的肝脏 材料 400毫升左右的水 150克左右的葡萄干 最好是选择深颜色的葡萄干 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 硬度适中就好 在用之前将它们清洗干净 制作过程 1.先将水煮开 再放入葡萄干 一起煮20分钟左右 然后关火 将葡萄干水放在容器中晾制一夜 2.第二天早上 将葡萄干从水中捞出 去除水中的杂质成分后 就可以饮用了 记住最好是空腹喝 喝完后等半小时左右再进食 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葡萄干水没有什么副作用 只要情况允许 你可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你的肝脏一定会更加健康 常吃葡萄干 还能改善血运 乏力 心境 气短等问题 小小一颗葡萄干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让家人朋友吃起来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补身体 防病痛 祝大家牙好喂好 吃麻麻香 身体健健康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